大匪特輯 或者大匪隨彈 多謝大家收聽 因為今天沒有節目出街 星期四本身是MONG向編輯部的 但是昨天出了節 今天就變成沒有節目 我就頂腳了 聲音一般 其實我節目會越做越少 希望維持大匪商圈和大匪漢典娜 如果星期二得到 許樓山上到力 可能我都做少一點 因為應該讓多些人 我們不想做一人台 講之前跟大家講一聲 7月20日 7點到9點 關於商圈的東西 你們來做個成 我們有些東西可以配合的 還有我們8月份 會在會展有個展覽 可能四小寶 江竹梅 那些就會放上去那邊 做一隻韓國生髮水 各樣的東西 你們可以來拿些資料 也可以來關於敏迪 四小寶 我們打算打一個特價 如果你們想知道詳情是怎樣的 我歡迎你 在7月20日過來找我 我都在這裏 和商圈問作 所有的配對都在那天講 講法正題 其實就是 昨天本身想講的 不過 我打算是星期六 我們小人 小時 年輕觀眾 聽眾又少 但是都比較關心一些 每一年這個時候 都是大日子日 DSE 以前我們叫會考放榜 稍為中學畢業 都應該經過過 我就經過了 我對這件事的看法和分享 我讀書不是一個讀書很勤力的人 我家裡沒有壓力的 我媽媽只是跟我說了 你讀得上你就讀 讀不上你就做事 如果你說你讀得上 私立都給你讀 那時候我們有私立 要加學費 那我就堅持讀下去 又半功讀 又攤大手扒扒老母 完成了中學畢業 中學畢業 成績當然不好 四科合格 但是當時要五科合格 才叫做會考合格 還要包中英數 數學英文就不用想 中文沒問題 那我自修 報多一年 晚上就在旺角大同中學 那裡讀夜校 補回兩科 我最終就叫做六科合格 第二年 家裡沒有給我壓力的 我家裡我媽媽從來都是 那現在 但是呢 唉對不起 亂了 那時候 回考放榜 一早知道自己不行 沒有必要這麼頹喪 那在臨 臨做臨會考之前 放榜的時候 你現在叫DSE 那剛剛好有套電影 叫追女仔 石天 榴南溪做 是笑片 新藝城 那之前一個星期 就去看了 那整班人在 全灣龍話戲院看 看完之後 那跟著呢 就沒多久呢 就 我的女朋友 就說有什麼戲看啊 我說最好看追女仔 跟著 又再看多一次 跟著放榜那天 我覺得很奇怪 其實大家考成怎樣 就是心知肚明 就是共產黨的術語 先知都面 你應該知道的 那我就說 那天放榜 知道自己不好 也都沒有想著自己再讀下去 拿著一張成績單 我們本身 那間學校 都不是一間名校 什麼 那天一放榜的時候 我見到 整班的班房 仇魂慘霧 那些女同學 哭到 又要生 又要死 那我問了一句說話 你不是預料了嗎 應該預料了嘛 那但是呢 整班人呢 有些呢 可以處之泰然 就好像我這些 有些呢 就期望過高 有些男仔 有些女仔呢 就說到 好像世界末日那樣 那 那終於 為了安撫個女同學 那整班人 又看什麼戲 不如看得開心點 電影 追女仔 所以當時的票房呢 是真的可以的 因為我一個星期看了三次 那我就只是這樣講 做什麼呢 就是我做節目 剛剛做大飛漢天下的時候呢 我都說了 很多事情是預料了的 自己承擔後果 近期呢 我的群組裡面呢 有一個小朋友 那他考DSE 那他就說 可能考得不太好 那其他人就安慰他啦 又說明天會更好 做了自己 盡力就行了 我經常都覺得 這些說話是多餘的 沒有盡力又如何呢 你自己承擔就可以了 是不是一定要倒下去呢 如果你自己本身都 對讀書 或者對這個科目 是沒有興趣的 就想別的 老爸老母很大壓力 老爸老母有什麼壓力呢 不理他 是不是 分分鐘出來找份工作 做幾個月 找間劏房 自己解決了 對不對 少見面 不是教你什麼 何況現在 一胎小孩 現在的九十後 零零後 所謂的壓力 老爸老母 吃光了 哎呀你這樣說 說風涼話 我不是說風涼話 我講事實而已 事件是你怎麼看 每一個人都多方面的 不是我要讀下去 然後現在就給多三萬元 我讀私立 我要讀副學士 如果你真的讀得上的 你就讀 讀不上的 在那磨時間 不想面對現實 出來找事做 沒有必要 像個小朋友說 他說我想過台灣讀 那我打電話給他 叫他打電話給我 我講了一次給他聽 但是原來 你沒有遇過 你自己考不到 還有你不知道怎樣 如果你正常 你想去香港讀不下去 你要讀不下去 你要去台灣讀書 基本上 年初的時候 你已經申請聯招 除了台大之外 你基本上 你都申請了 看人家怎樣做 到今時今日讀不下去 只有十幾分 副學士都未必有 即是收到你 讀私立可能都差點 去外國留學 沒有本事 那你現在打台灣主義 那你也都沒有跟你父母商量過 因為你要學費 你要寄縮 你花費多少錢 是不是負擔得起你呢 沒有 總不知我現在考得不好 我就要去台灣讀 你不是一早有計劃的嗎 如果是這樣 讀和不讀 又有什麼分別 因為你個人本身對自己的前途 和自己的責任都沒有負責 不要跟家人 你自己的人生 你都沒有負責 以前讀不上 學師 出來做 我也問 即使讀完大學 哎呀有前途 然後就鼓勵你 曹星宇都沒有讀過大學 你看他現在多厲害 不要拿一些厲害的人給 我們只不過是一個平凡人 讀不上就讀不上的生活 讀得上也未必是好 是不是 也未必好 每一個人做為自己負責 讀完大學出來 現在香港這麼多大學生 可能都是賺萬多元 不讀這四年 早點出來找工作 可能都是萬多元起跳 那有什麼分別 是不是 夠養自己 OK 喂 大匪 你這樣說不負責任 我兒子有什麼事 歸你 應該你給兒子聽聽這段 有什麼問題 找萬多元 找兩萬多元 讀完書包你發達 做醫生做律師 是不是 不是 我們現在香港 今屆狀元 個個都說做醫科 如何如何 你說讀醫科 見到血你暈不暈 開刀的時候 你是不是一個很冷靜的人 是不是可以做微創 各樣東西 不要說手術 看人是否夠細心 會不會開錯藥 抽血會不會手震 很多是你想做未必做到 那不如回歸現實 自己這樣的人 是什麼性格 就做什麼 可能更實際些 因為你找的東西做 或者你面對現實 做一些東西 是適合你的性格的 你可能更加大的發展 不要找錢 去局限你自己 不要找個成績單 來局限你自己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不要給個框框局限你自己 成世人一事無成又如何 所謂一事無成就是 你能賺到錢 但是你人格剛輝 人格的高尚 抖領都沒有 你看看劉曉波 可能這兩晚他過不了 但是全世界都受他的影響 包括我 你看看樓下 是不是 成功有很多方面 你可能你事業平平無奇 但是你結婚 你可以處理一個家庭 對未來的子女好 對你的伴侶 忠心令他過一個幸福的日子 簡單的生活 可能就是成功 就是我的拍檔 黎先生 六十幾歲還形形役役 拍著我的老千 在奔奔波波 但是他一輩子很自豪 因為他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兩個都大學畢業 很孝順 每一年的父親節 每一年的他生日 結婚也好 拍攝多也好 跟他吃飯 送禮物給他 定時定後 約他喝茶 不是同住也好 兩個禮拜都一定見到一次面 一定來看他 我這個朋友黎先生 他都說 我一輩子最值得自豪 就是我有兩個年輕人 每一個人都有 是不是 無關事業 無關你有多少層樓 無關錢 是你做人開不開心 你開心 便成功 你帶給其他你的朋友 家人 一個安全感 便開心 所以DSE 沒有關係 是不是 讀得更多書 如果你的人是容海恩 讀得書再多 那個是葉劉淑儀 讀得書再多 手那個是梁振英 又是一樣 所以為甚麼做這一節 就是想跟大家講一下 不用看得那麼重 我又不會跟你講 人生有很多歷練 這次過不了關 過不了 便過不了 是不是 過不了便過不了 做的 是不是 就像我們這樣 生意失敗 便生意失敗 多得書小便便告訴別人 多得書小 好像做網台想做 近期很多阻力 我都做得不是那麼開心 但我還堅持 希望我還可以繼續下去 但面對都多 人事的複雜 都有 面對它 做不下去 最多便拍拍屁股 很閒 人家講甚麼 人家做甚麼 跟你完全沒有關係 你是想你自己的 人是自私的 你自己都不想想 你自己怎樣 人家怎麼幫你想 人家講甚麼 跟你沒有關係 因為你只要像Facebook那樣 人家又罵你 罵戰 好像何志光 本土力量 還說封咪 九月份要走了 你們全部共產黨 甚麼甚麼 你們搞他 好像陳雲 黃洋達 清算人 Facebook博人 你不開Facebook 根本上都無雙大額 人家的東西 對你有甚麼關係 說吧 我今早早才被人恐嚇 打電話來恐嚇我 說我甚麼甚麼 我都跟你說 有本事 你便來 即是Berry媽話頭 不信你呀 有本事 脊臭呀 是不是 那他都是說 是不是 做老千 做到這樣 DSE其實說完了 小小的幾分鐘 在台上有些人說我 咬住Berry媽不放 低賤頻道 也都說 他們做社運 沒錢的 他是一個銷售 他這樣做 為兩餐無可厚非 那便打一份工咯 屌你老母 對不對 不用動人 不用騙救人 這是人格問題 做社運 大了嗎 中出洋子 就搞社運 那便動靠些人 屌你老母 那便帶槍回去 那便全部抓了 坐幾年 他搞社運 為香港出力 那人家坐牢 那便怎樣 我們產王陽達 就是他煽動人 然後人家坐牢 然後他收科監 抽三成 對不對 社運是講的 有多少做 誰不是講的 我可以很肯定告訴你 Tony Choi為了做社運 一年不見兩三百萬 少了 不清楚 上來 請他吃飯 讓他告訴你 為何一年少了兩三百萬 為了做社運 他不是為了找食 他自己要找那份不要 出來人民力量陪你睡街 那便搞社運 你有什麼付出 付出便騙人 做網台 講自己相信的東西 這個是最真的 如果你說的 我不望做的 什麼什麼 你又爆了 Merry Ma 講了很久了 這些混蛋 你為什麼不數到爆他 怎麼樣 我上次昨天我放過一段 特意把澳門 澳門人 講他的那個 那個 骨灰坑位 他教我讀的不是針 是坑 骨灰坑位 實際多少錢 是團購 是傳銷來的 在這裡踢爆你 你正面回應一下 你解釋給別人 你抽多少勇 我的商業運作 你還沒跟黃楊達一模一樣 你怎麼說 你說黃楊達連做人都沒有資格 你這個臭街 我跟他沒有思願 我認識他 他知道我是誰 走過之前點頭 但是你這個臭街 就當然了 跟林康正 開你名字 屌你老母 人渣就無所謂 我覺得人渣始終是人渣 對不對 不要說為江正 怎樣為香港 怎樣怎樣怎樣 你說號稱本土派 跟黃毓民教主如何如何 麻煩你了 你現在做港王 香港王蟲 你去吃糕 吃糕澳門的福利 你去吃糕侵蝕馬來西亞 你炒過人家的房子 你是不是王蟲 你回答我 同一標準 一把尺來的 我們的住公屋無所謂 亦都沒有本事賣樓 在香港這樣的環境 我們甘於現狀 我做這個節目 這一次都是告訴大家 是甘於現狀 現在DSE那些 無所謂 是不是 做自己開心的事就可以了 是不是 考不考到 就是 誰理你 是不是 很簡單 有兩句名言 是這樣說的 考不到 不用理 是不是 不在乎 年輕人都習慣了 加上是甚麼 不在乎你 是不是 不用理 不在乎 加上是不在乎你 是不是 那你做回自己開心 就可以了 老爸老母壓力 朋友壓力 對你沒有關係 做自己開心 讀得書多 讀得書少 跟你做人的人格 是沒有關係的 對不對 讀得書少 如果 走過馬路 見到老婆 你扶他過馬路 你便人性剛輝 你成功 見到小孩 被人欺負 你出去主持正義 你便對 跟你讀得多少書 是沒有關係的 做人自己開心 對不對 所以 低俗頻道 不是低俗頻道 是低賤頻道 沒有 望向編輯 沒有改錯你的 整個台 垃圾都不如 動人家兩母女幾十萬 自己的網民 自己的網友 自己分享 究竟Berry媽媽 做什麼 你又問一下 那個肥亨做過什麼 林康正 扒你老婆 扮射魂 扒你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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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網友 扒你老婆 那些女朋友 上網 按林康正 在YouTube上 看看這段 扒你老婆 錄音帶 自己聽聽 今晚跟你開心一下 人渣 開眼